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塞批全球知识产权案例数据库应用大讲堂 本期的分享主题为商标案例当事人检索 主要内容包括如何使用当事人检索工具获取商标案例 如何获取某集团公司的所有商标案例 商标案例当事人检索 最常用的检索入口有两种方式 首先来看第一种方式 在开始快速检索界面选择商标模块 在当事人名称检索栏 输入当事人名称例如 同时在当事人名称检索栏右侧 选择检索匹配规则 例如包含开始为结束为精确 这四项中的任意一项 这里选择包含 然后单击检索案例 即可获取到该当事人相关的商标案例信息 第二种方式 在开始快速检索界面 单击进入商标高级检索按钮 或者在左侧导航栏的案例下拉中选择商标 都可以进入到商标检索界面 该商标检索界面有当事人检索入口 这里通过一般检索 选择以当事人商标为条件检索 我们可以看到当事人包括当事人1和当事人2 如果需要检索某一个当事人的商标案例 单击任意当事人前面的加号 例如当事人1 系统就会展开当事人1的全部检索栏位 如果希望同时检索当事人2的商标案例 除了上面单击当事人1前面的加号外 还需要点击当事人2前面的加号 这样系统就展开了当事人1和当事人2的全部检索栏位 而且当事人1所展开的全部检索栏位 包括名称、母公司、国籍、类型、原告或者被告 1职权的检索栏位 对于需要检索某一个当事人的商标案例 通过当事人名称栏和上面的第一种方式一样 输入当事人名称 并选择匹配规则 例如包含开始为结束为精确 这四项中的任意一项 这里选择包含 然后单击案例检索 同样的即可实现 对该当事人的商标案例检索 如需要获取某集团公司的所有商标案例 可以使用母公司检索栏位 例如检索Unilever集团的所有商标案例 在母公司栏输入Unilever并选择Unilever 在母公司栏位下出现显示关联机构按钮 单击该按钮 从弹出的新窗口界面 可快速流览Unilever公司的关联机构 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机构名称 不仅列出了Unilever这个关键词的公司 还列出了没有包含Unilever这样的其他子公司名称 这是因为DASIP系统已经对集团公司 及其旗下关联机构进行了整理和规定 这样更有利于我们查全集团公司的案例数据 点击关闭返回到当事人检索界面 然后单击案例检索 即可获取到Unilever集团公司的所有商标案例 点索当事人的商标案例时 我们还可以选择当事人的国籍 系统类置了各个国家的名称 可以从下拉中选择 也可以输入查找选择即可 输入中国并选择中国 仍然以Unilever集团单事人为例 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国籍指的是公司注册地 所属国考虑Unilever集团为跨国公司 其注册地包含多个国家 我们在此处选择国籍为中国 单击案例检索 那检索到的结果就是Unilever在中国 注册公司相关的商标案例 在类型检索栏 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当事人类型 例如政府、企业、大学、个人 对于Unilever集团 这里可以选择企业 需要说明的是 对当事人类型为个人的情况 基于各国家对个人隐私保护的加强 如输入个人当事人名称 选择类型为个人 则检索该个人当事人时 会受到限制 容易导致没有搜索到商标案例的结果 在原告或被告检索栏 如果我们了解当事人是被告 最可以选择被告来进行检索 在依职权检索栏 有三种选择 包括不限仅含依职权案例 不含依职权案例 如果选择仅含依职权案例 需要确保在当事人名称或母公司栏 输入当事人信息 然后单击案例检索 即可获得商标案例结果 以上商标案例 当事人检索就分享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